雷神这个机器是有人点名我才注意到的 否则的话根本看不到这种太过于边缘的品牌 我买了它的i5 2050的版本价格是4499 相对一些6800H核显的机器已经很接近了 还多一个独显 不过我付了尾款就退掉了 重新在渠道里面定了它的13代i5加上3050的版本 屏也提升了 我最近开箱机器基本上是按照自己兴趣来 而不是按照大家点名了 否则的话我会觉得无聊 你们应该懂 比如像拯救者我就到了很久了没开箱 这个机器在我认知盲区会有一点点好奇心 就先开箱它了 14寸标压独显在市面上是比较少见的 也是有小钢炮潜质的配置 机器我自己掏钱渠道里定的不是恰饭 有人说你没贴打管单 贴了以后你不就看到价格了吗 那对他们是伤害 有些东西是底线操索规则 我马上开箱 开箱前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公众号是中正电脑 我们会经常开车一些DIY台式 解计方案从1000多块钱到1万多块钱不等 大家有自己的方案 也可以联系我们的网店客服 14寸的小箱子不大 这是原封的封口 里面小箱子还蛮有品质感的 里面的机器A面看上去还可以 有一个小鼠标的标志 边缘是金色的切边 有点小档次感 D壳看上去就是一个小芯 机器左边HDMI耳机耳麦两个C口 背后什么都没有 机器的右边是两个A口 一共四个USB口 背后和D壳有点像小芯 就有点掉档次 脚垫在桌面的阻力感一般 单手开盒可以很好 屏稍微有点松 开合角度平三面窄边框 底部一直不到一点 机身的刚性还好 这是电源键 有源源的有段落感 键盘的手感正常 触摸板的手感很好 电源100瓦C口线很粗 310克1490克不算重 已经折腾一个小时了 一直这样壁纸很丑 后台再更新 我们先看一下配置 PL12是45瓦和65瓦 主板的BIOS版本是2月20号的 内存是16G的LPDDR54800 CPU是4个大核8个小核 18兆的3G换存 硬盘是渐兴的512G 比较少见 比那些三四线品牌 喜欢用的杂牌好太多了 无线网卡是AX211 挺好 核显是80EU 我负了 显卡出问题了 显卡是2560的库大树 64位的显存未宽 这什么显卡 不是3050 不对 这什么3050 这是新版3050吗 难道GA107确实没见过这个卡 只是意外的收获 是60瓦 也是误打误撞1.7G的频率也还好 屏没看错的话 应该是天马 是2880×1800 120赫兹 没有看到独显直连的设置 观感和小新差不多 新的模式 放在这个叫性能模式上 工业软件测试 表格里面红色好 绿色不好 可以看得出来比2050略好一点点 我以为14寸的机器会比较弱 结果CPU明显超过的预期 E3 153这是多核跑分 已经打平了两个大机器的i5 12500H了 MD的6800H低3% 台式机的i5高23% 单核跑分1785也不错了 它的竞品是MD的6800H 是低13.6% CPU的其他跑分 自己看一下 连续30来25 基本上来说是一个典型的轻薄本 不过也不是那种很垮 它的轻薄本 最大值是2245 最小值是2016 差值是228 内存和缓存 LPD25延迟高很正常 硬盘的跑分 老版鲁大师的跑分 新版鲁大师的跑分 124万的总分 好了3DMark显卡的跑分是4049 就知道这个显卡是个什么东西了 就约等于一个2050 只能说NV太混蛋了 这个东西你应该叫做3050吗 3050吗 往右边看天选3的真正的3050 是5400多分 比它高35% 台式级的3050高50 台式级的3060高一倍多 你可不可以不要愚弄人 哪有提升名字 然后降性能的 哪有的 当然MD的核显低40% 确实不是一个档次低很多 另外跑分不代表游戏的帧数 后面会再看 可是工厂剪视频是152秒完成 这个速度其实还可以 比MD的6800H也只慢两秒钟 N卡剪视频会比较占优势 剪映导出视频已经跑满显卡 其实7秒完成没有很快 但也不差6800H慢27% 问题是2050比你快 是71秒 什么道理 单烤CPU才开始65瓦 4.11 3.2的大小核频率 缓球温度21.6度 烤机16分钟 现在频率不一定 3.1到3.6G 3.7G都会有去大核频率 小核频率在2.8G 45瓦74度 中烤是人的位置54.7分贝 机身上61.9分贝 插线板上98瓦 它风噪声不难听 只是沙沙风神 比游戏本小很多 比轻薄本大一些 双烤时CPU25瓦71度 大小和频率没法给你们报 你们自己看视频为准 显卡都是稳稳的 在1.71G 72G 64度 单块显卡没有变化 只是温度低了一些60度 扬声器 屏幕亮度 屏幕亮度 3.7G 摄像头的效果挺好 拔掉了电源设备器 跑10分钟的23多核 用省电模式 CPU的跑分很不错 12141只比插电降低了7.7% 开机了42分钟 可以待机3小时45分钟 这个机器正常使用 应该可以达到4个小时 看一下这个显卡 实际进游戏的表现 这是1080P 四颗性的英零电的最高画质 1080P 太扯淡 这种情况是因为报显存了 我等会射程最低画质在跑 可以宣布黄老板赢了22帧 比2050有巨大的提高 提高了10% 再来看一下最低画质 这个帧数就正常了 显存用了3.6G 83帧比2050有17%的提升 6800H是50帧 低40% 但是作为一个核显已经不错了 游戏本的3050高10% 也没有高很多 台式级的3050是99帧 高19% 后面的游戏 我就都跑低画质了 有人会说到low帧 这个不能怪机器的 这是有切换场景 这是测试 不是真实的游戏 107帧 这回比2050又没什么提升 提高了5% MD6800H的核显是63帧 低41% 游戏本的3050高27% 也还是高的满度 CSGO最低画质 352帧 这个帧数挺好 明显好于2050 MD的6800H是220帧 低37% 已经大岔不岔知道这个机器的性能了 其他游戏还要不要跑再想 绝地求生 我试试看它原生的分辨率能不能跑 就是2800×1800 三极致 这个分辨率很高了 如果能跑的话 那就很好了 跳传过程中100多帧 显卡可以跑满 CPU的频率在两点几集 74度 落地以后100帧左右 操作感受好像是没问题 还是比较跟手的 在野外跑步100帧出头 我把分辨率降到了1920×1200 现在帧数在1780 原神是不是现在玩的人已经比英雄联盟还多了 这个分辨率显示是不对的 不是1920×1200 我已经设置上2880×1800了 所以这个帧数还是比较不错的 基本上稳在60帧 最后是坦克世界 分辨率是1920×1200 最高的画质 帧数一般 关键是操作感受 还好还是比较跟手的 机器内部电池65W是两边扬声器 这是无线网卡 这是主硬盘 只有一个硬盘位 轻波本只有一个硬盘位 可以理解 那就没有任何可以升级的空间 两条热管 这是两个风扇 两个除风口 OK了 没了 机器本身其实没毛病 但是显卡这个命名 太败人品 你哪怕叫做2050S 2050Ti 不要去蹭什么3050 就不会让人这么反感 黄老板 你小时候 你父母有没有教过你 小朋友不要去撒谎 不要去骗人 做企业的话 不去欺骗也是基本的道德 你就舍不得把它叫做3040 3030吗 你知道 你非常清楚的知道 叫做3050 对于用户的后果是什么 影响是什么 我作为行业内的 我听到这是3050 我多花了钱 订了这个机器 把2050给退掉了 普通用户呢 他也许买回来以后 根本把机器用到扔 也不知道 这是不是3050的真实表现 很多时候道德是一个好东西 你一定要有 我开头说什么了 底线操守规则 你有吗 机器本身有点无望之灾 跟他没关系的 他也是受害者 作为14寸的1400多克的机器 他有这个表现 我觉得已经很好了 CPU的表现 我觉得很亮眼 再结合我们不谈3050的名称 只谈他的表现来看的话 在14寸机器上 他其实就是一个小钢炮了 缺点的 第一个是风噪神 相对于轻薄本会略大一点点 时间长了会有疲劳感 第二个不是缺点 是吹毛求刺 是这个高刷新率 高分辨率的屏 是给那些参数党 那些不懂的人看的 实际的观感 作为一个轻薄本 还是略一般的一点 不是差 是一般的一点 这些我已经表达完了 14寸的机型 这种配置呢 在市面上相对少 会有特定的人 会有需求 机器的价格呢 比AMD核显要贵 但是性能也更强 使用场景也更宽 比如说玩游戏 做图 视频编辑 加速都比AMD核显要明显更强 然后价格 京东是5999 我觉得是非常不合适的 你们也许可以问问附近的经销商 可以问问看 京东4499的那个2050的版本呢 觉得价格是可以的 CPU呢 第一档 屏也第一档 这个你们要注意 我再说的清楚一点 55999这个版本 我觉得是不值的 4499那个版本 我觉得可以考虑 最后客箱机折价就4799 会随机的时间上架了我们的网店 我们的网店是在淘宝的首页 搜中正评测 也欢迎关注我们的公众号 是在微信里面搜中文的中正电脑 所以客箱机器的点名预告和汇总 都在公众号里 内容的首发也只在公众号里 其他平台会晚一点 我不赢了 明镜 登上